正活着 哈喽 各位正在收看我们优酷新直播的网友大家好 那这个今天我们是请到了大明风华朱家的亲朋好友啊 也是刚刚完成了我们的家宴 大家知道我们的大明风华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晚上的22点钟将会在我们的优酷正式上线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向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 做客我们优酷新直播的分别是 朱亚文 邓家家 乔振宇 王学齐老师 余浩铭 梁冠华老师 阮元辉 李新亮 和苏可 好 我们老朱家的各位在跟大家正式聊天之前 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对于我们的这个大明风华已经盼望了很久 我们为大家先奉上一段我们的终极预告片 我奉命杀了你 等等 我有一言 你成亲了吗 没有 还有一句 我也没成亲 若微从小与衣姑一起长大 学了些拳脚工作 走 人医吧 可是我实在记不住药名 又认不准学大物 饭都没吃 来 你们这家人呢 算计来算计去 你就算一刀把弟弟的头给砍了 我也不敢怪你啊 你看看 枯灰吧 火 火 你要坐我的位置 有什么话跟你三叔说嘛 你别穿怀里呀 这活着还有什么劲 我想到您身边生生世世侍奉您 我厚道 心善 好些个人都想跟着我 宫里头倒是也没劲我再去 身子骨真是不行 关键的是太子妃呀 太子爷 我是想进来侍奉太尊的 下辈子你别老鼠我别骂 我全天咬死他 马疯腰 杭狼腿 可啊 真如此 高兴不高兴 你平日里用了什么样子呢 铁灯 可啥得意 好 这美味啊 是不是够踏实的 你知道什么叫预备吗 死了 怎么可以就这么输掉 还有个有意思的事 回头我再告诉你 我先讲一个满城风雨 告诉大家一下 刚刚大家在看预告片的时候 其实我们现场所有的主创 是脑补画面的状态 我们是看不见的 但其实最开始我们刚坐到直播间的时候 我有跟这个王学老师和这个雅文哥 简单地聊一下说 哎呦 这拍完这么久了 会不会都有点忘了 两位说绝对忘不了 印象太深了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个剧本好嘛 剧本好 写得好 人物写得好 生动 谁说就忘不了 真的是在情感深处 落着很深刻的印象 到现在我们也没有从这个剧中走出来 那既然今天我们老朱家的各位都聚在这儿了 我们先每个人向我们观众简单地来介绍一下自己的这个角色好不好 我们先从朱家辈分最年轻的开始 大家好 我叫李星亮 在我们的《大明风华》当中饰演的是明代宗 景帝 成立王 朱祁钥 这觉得好惨 大家好 我是邓家达 我在《大明风华》当中饰演胡山巷 这个人物关系也简单地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然后性格特点也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对 我们现在是一家三口 我是她的母亲 对 我是她的父亲 大家好 我是朱雅文 在《大明风华》中我饰演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 大家好 我是王学琪 我在这里面《大明风华》里演朱蒂 大家好 我是梁冠华 在《大明风华》里演名人宗朱高赤 大家好 我是宣德皇帝 大家好 我是于昊明 在《大明风华》中演的《大明风华》中演的是余谦 我们俩都是皇家外的 《一代明风华》中演的《一代明风华》中演的《一代明晨》 我们来看看跟这个老朱家没有血缘关系的请举手 老朱家没有血缘关系的 你也是啊 但是我是信任 你没有 对啊 我 我对啊 他至少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吧 也是也是也是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网友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一定要对我们的这个明朝历史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了解 去看起来的时候可能让大家去理解整部剧会有帮助 那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亚文哥 其实剧里面光看我们坐在这儿就有很多组的CP在座了 而且很多人都是跟您有瓜葛的 能不能从您作为主线帮我们一起来捋一捋 好 那我身边这两位刚才说过了 我们是一家三口 一家三口 这是我媳妇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爷爷 朱棣是朱战基的爷爷 朱战基是朱棣最喜欢的大孙子 就是黄孙就是我 黄爷爷是这位 这是我爹朱高赤 太子 出场的时候是太子 当了22年的太子 监国不易啊 你看脑力劳动太过于发达以后吧 你看身体也跟着就变成这样了 营养过生 然后那边呢是我的二叔 也是朱战基一生的梦魇 这个戏里面能量最大的王 这一生当中我这一生跟他缠斗了一生 爷爷也是把控了他一生 我爹也是跟他制衡了一生 我三叔呢 是就是灰哥演的这个 是辅佐了他的一生 这样的一个兄弟CP是他们的 所以哥仨在这儿 这边是哥仨 这边是哥仨 这边是一家三口 好 对 然后于谦呢 在我身边叫一师一友 他辅佐了四朝的 四代明朝皇帝 然后呢 他是一个特别烈性的文臣 很有气节的 宁死不屈 以死相搏 就是证件不合的时候 动不动就要死 动不动就要死 怎么都没死了 是小强一般的存在 好了 介绍完了 你漏了一个吧 那个不用介绍 他不敢介绍 那是什么呢 我比他这个梦魇还要梦魇 情敌自个儿说吧 你们俩比谁能熬 我是他的情敌 所以你们 你们也有非常精彩的对手 是的 感情线的上面 其实我认为这个戏 我最大的对手 就是这个乔振宇老师 这个古装四美之一 甚至是古装四美之手 十年前我跟他合作 他就长这样 十年以后他还长这样 太吓人了 但是呢 这个戏里呢 就是他其实也是在 汤汤就饰演的若微 在这个情感上 也是牵绊一生的男人 就是他 但是说到这个古装 是一生 我说千万一生 千万一生 你还要我怎么夸你 我的情敌 不是 但是你看啊 雅文哥把这个话题 引向了一个我们网友 非常关心的 古装四美 说到古装四美 雅文哥你有关注到 网友们对于你在这部戏当中 这个古装扮相的评论吗 不就说我马峰腰腿吗 不是这个 没有 说你吞了吞气 对对对 说有点 有点娘 在前期那个预告片里边 给说那个 那其实怎么讲呢 我今天在空余之间的时候 我也下场跟一些朋友们 聊聊天 开了个玩笑 正面刚一把 我娘嘛 对不对 大家关注一下 他8点20回复的一条微博 其实它是一种保护色 它是一种设计 无论是当时的那个状态 因为朱瞻鸡这个角色 在爷爷的这个 这个遮户之下 但也是在二叔和三叔 在朝野之上的监控之下 他得用一种 有一点微微有点 玩世不恭的那个形态 去生存着 然后当时在配音的时候呢 我也故意的去找了一下 这个比较轻浮一点的状态 让这个人物可以 可以示弱 可以弱下来 他只有弱下来 在这群强人面前 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这个也是演员 对角色理解 并且去塑造他的 自己的一个方法 对对对 那讲到我们的这个 朱家大家长 听说您是日常爱怼人 对 因为他 他爹就这样对他 朱元璋就这样对他的 恨他爹 心疼他妈妈 做梦就说我 我梦见了 我娘被我爹拿铁链子锁着 幸亏醒得早 醒得不早 我爹把我脑袋也看下来了 就这么恨他 就嗷嗷懒这部剧里 就是骂完这个 骂那个就是特别爽 对对对 但是他对了几个孩子呢 你想想一个大男人 养着几个恨 多不容易 你看看多体面一个哥 你说这都是 不容易也不容易 所以说这个朱棣既当爹又当妈的 说 这真不容易 我是觉得很不容易 这几个孩子呢 也恨他 但是也怕他 他也聪明 弄点什么阴谋诡计啊 这个老爹就看出来了 挺好玩的 很好玩 而且呢 这个这里边 和几个孩子的情感 这条线 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精彩 所以说我们说一家人 到现在还是很有情感的 那就证明这个细血呢 每个人深入骨髓了 是吧 非常好 众多怼的这个话里面 您觉得哪句 说出来就特解气 或者怼谁的时候特解气 他就说这个老大 老大就是这个 一分钱摆两包花嘛 你要当了证换 我什么事都让你给听了 对不对 来我们仨一起诠释一下 来来来 对 一二三 一二三 滚 这是老爹 拿他们说不上话 就这句话 滚 都这么滚了都 极度的默契这边 对对对 但是这个 因为那仨人被他数了 完之后数了 最后数了 没法数了 就滚 永远是 反正一不高兴 就是滚 就滚了 但是梁老师这边 就是 就有点憋屈了 就是基本说 最佳辩手就是您 一直在跟各种人辩 然后还老输 是这个意思不 对 对 这个 这个 他是 爹不是说了吗 这一分钱摆两包花 他是个大 大管家 对啊 所以什么事情 不行 没钱 就是没钱 不能干 对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又是在 这个爹的高压之下 又是在弟弟们的这种 这种排挤 这个压力情况下 所以他很难 确实是太难太难了 那他靠什么 原则不能丢 原则不能丢 不能丢原则 对 那靠什么特长 坐镇东宫呢 忍 对 只有人 对 那浩明的这个角色 刚刚亚伯哥有介绍过 其实是一个能量密度 特别高的一个角色 但是可能我们去看历史的时候 觉得说 他争的是皇位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真的在我们的这个 明朝一家亲当中 你觉得他争的是皇位吗 还是说父亲对他的一种认可 这个你这么说就太剧透了 这么说太剧透了 他我觉得这得分几个阶段 对 因为就是他首先 就是特别看不顺眼 就是大哥 因为就是 就是大哥就是 我觉得就是 就是太抠了 对吧 然后爹要花点钱 还不让花 这个二叔财大气出 对吧 各种筋豆子随便撒 对吧 所以就是第一阶段呢 他是主要是针对他大哥的 然后呢 使各种小计谋啊 跟这个老三联合在一起 然后老三呢 也不老实 所以呢 就整个这个中间的这个二叔呢 就反倒有点傻 对 最后就变得有点傻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 还是挺有意思的 他的这个 有他这个特别大张力的一面 同时也有他这个 感觉就是非常 无助无奈的一面 对 那老三呢 罗老师如果要给自己的这个角色 说一个性格的关键词的话 刚刚亚维哥说辅佐一生 你觉得从您自己去演绎这个角色的这个过程里 您觉得哪个词比较合适 我觉得我身不由己 我太难了 他不是老大太难了 还是老三太难了 都我 对 我觉得我 我不比 我比你难 我觉得 我要是在普通家庭里边 我肯定是最受宠的那一个 但我偏偏就生在了这么一个皇族 对 所以呢 你说排位 轮怎么也轮不到我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 你说能量密集度那么高的一个二哥压着我 我要想在这里边夹缝当中求生存 我得多难啊 所以我所做的一切 很多时候都是身不由己的 但是这么听起来 就是有的角色很像我们 在各个历史剧当中去看到的皇家的故事 但其实这么听起来 有很多又很像我们老百姓家 你看老大老二老三的这个性格 其实非常非常的像 那我们皇家的这个儿媳妇 应该在这样的一个大家子里面 就抛去这个皇家不说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宅子里面 面对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 应该也是很曲折的 是不是 我觉得胡善祥啊 特别像一个在黑暗丛林里边的 一个小动物 其实它所有的一切就是活下去 而且尤其是在明朝 其实那个时候是有殉葬制度的嘛 女性其实在这样的制度下面是很残酷的 我就记得导演当时说了一句话 好像是那个太子妃的台词吧 说在这样的家庭不是真宠 那是真命 对 所以就是 其实就是 大家看可能我觉得胡善祥 会是一个忍者见仁智者见智的 一个会有一点点争议的角色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也小小的透露一下 跟汤唯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是他妹妹 对 大家应该就是如果看了的话 第一集就交代了这个 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 这个人物关系 是不是觉得我很幸福 来 我们接下来看看更幸福的这一位 新亮这么多的长辈在这 感受怎么样 全是长辈 就是指不定真实年龄谁比谁大呢 是长辈 因为实际上就是朱祥玉他六百多年前嘛 但是我在戏里面就是特别遗憾的是 我只跟那个哥哥朱祥正 然后一心半语的朱祥正 然后我们是有交集的 然后我妈妈 然后大姨 这个太后 其实父亲啊 我是宠孙嘛 你看爷爷辈的 叔叔辈的 人家都没见过 然后可能就是苏可老师 余大人 然后徐斌我们是见过的 他们可能就是我的长辈了 就是所以说这些人我不认识 反正我们朱家就是 就是特点就是今天才认识 真的 就是拍戏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这个见过 早知道他现在说话这么张狂 那天演戏就把那小孩扔火炉里的 有这段吗 真有 真有 我娘把你救了下来 对 我娘就是 就是我觉得朱祥玉是 明朝第一马宝南 对 就是你看他刚才不顺嘛 是吧 明朝第一马宝南 就是他妈说的就是什么都是对的 当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 就尊重他妈的第一条 就没事就掐我 打我弄我 就是他在爹这儿的不顺 都撒在我这儿了 你爹有话说 别剧透啊 不是 就是 就是 确实就是 就是他俩 是 确实在整个剧里面 是命运比较波折的一对母子 就是一直是在一种 反正我就觉得 当了你的儿孙都挺难的 没一个容易的好像 反正最失望的就是他 哎呦 这这这这个 现在今天可以更害人的 以前不知道是他 是吧 好 那我们说完了 这个朱家的这些 朱家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位 首先 因为感情羁绊一生 可以这么讲您的角色吗 对 徐斌是一个最长情的人 也是一个活得最长的人 他从建门年间一直活得了 朱祁玉的这个年 就是他看 看完了整个这个 这一段故事 所以他是伴随着这个故事 一直走到最后的人 而且 乔云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 应该是 为了爱情 把自己的一生都 对 我让给了那个 朱 我自己赢了啊 让给你的好吗 但是我也把你熬死了 而且要去继续守护自己爱的人 他就是那样一个人 所以您认可 认可这种爱情观嘛 就是为了爱情 但是这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 他把自己所有的这一生都 他应该是一种责任吧 因为他毕竟就是 徐斌其实跟那个 孙若薇是一个 亦师亦友 亦情亦爱的这么一个关系 你怎么把小三说得 这么光鲜亮丽呢 我真受不了了 我家这么多人在这呢 反正那个时候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们不在了 那不如我们听听两个人 对于这个 孙若薇的描述吧 就是你们看看会 完全不一样的词 去描绘他吗 来 我让你先来 这把我让让你 孙若薇吗 在你的眼中 在徐斌的眼中 他是什么样的 姑娘 因为他在我面前 会撒娇 他会 可以得到一种依靠吧 也是一种就是 这种寄托 在亚文哥的眼中 好姑娘 居高一筹 还得解释一下啊 他在我这会撒泼 他敢表露最真实的自己 赢了赢了赢了 赢了吗 赢了赢了 好 来 我们一代名臣 来评判评判 我觉得他们都赢了 因为我最惨 今天是来比惨的 苏科老师 能不能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塑造的这个 于谦的这个角色 好好 我饰演的 明朝的于谦 他是 明朝的 一个可以说是 名锤千古的一位英雄 他的性格呢 我觉得是比较耿直 很刚烈 他是不畏强权的 是冒死为百姓上书 是他 是他 挽救了大明朝 在威王时刻 挽救了大明朝 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几个人都说 就用一个动词来形容这个人物 有说忍 有说 刚才说的是 对对对 有说忍的 有说密度高的 有说这个 有说难 是吧 我觉得 我觉得身不由己的 我觉得于谦就是一个字 就是干 为什么 他干实事 他为了老百姓干实事的 他是 他 敢 对 完了 不要命 敢不要命的 他随时 他为了国家设计 为了这个 黎民百姓 他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眼睛都不带眨的 因为 他我觉得还得感谢这个 朱棣老爷子 有这个 知语知恩啊 因为他当时就 上朝就顶撞朱棣 本来应该把他杀头的 但是朱棣觉得于谦 有才 留给子孙后代 肯定必有大用 所以他就 留给朱棣基 朱棣基呢 也是 把他 留给了 朱棋镇 朱棋域 这样最后 于谦的作用 才在最后 发挥了出来 保卫了北京城 能识人能用人 才有了这个一代名臣 是的 那刚刚其实我们 有一个小小的引子 说梁管华老师 这个太子 特长就是特能人 这样 我们请每个人 都用这个特长的方式 来把自己的角色 最鲜明的这个特点 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好不好 每个人都说一个 自己角色的这个特长 我们就从 于谦这边开始吧 干 好嘞 曹老师 特长 特长情 哦呦 这个接得好 特长情 好 特长啊 我是宅在家 不能出门的时间 特长 这拜大侄子所赐 哦 对 这个也可以 宅在家的时间 特长 圈进了 圈进 汉王的话 我觉得就 就是 挺简单的 嗯 啊 就是 特阔气 对 到这儿特抠门呗 是吧 我啊 这个 太子嘛 就是 特憋屈 这个 那个 没钱 特会过 对对对 是不是 特会过 来 大家长 老爷子 孤家寡人 特长 特长就是 孤家寡人 哦 这是交给 太孙就这句话 是吧 嗯 来 特善变 嗯 确实 儿媳妇 命特长 哦 这个也是哦 好 来 辈分吹小的 没对 那个就 就我觉得 就是对比 前辈们 就是特年轻 哎呦 我天 我气人 他今天是不是在现场 有点嚣张 跟平时在片场的时候 不是很一样 完全没有 这样 我们有一道题 专门给我们特年金的 这位考一考 千万别 我觉得就是 你千万别害我 不是不是 真的不是 出门以后咱们还见的 没有没有 这个是网友们 这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因为我们在上周末 四六级考试 刚刚结束嘛 四六级刚刚结束 所以网友们呢 也出了一些 跟我们的大明风华 相关的词汇 看看能不能请新亮 在现场帮我们翻成英文 好不好 来 比如说第一道词 特别简单 朱家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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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朱家无子 翻词成英文 来 真烦啊 真烦 真烦 就是所以说是有什么 四六级考试嘛 问题是我四级都没过 没事 那朱家无子也能翻 朱家无子 不然就这样吧 我觉得我还是不造次了 爹你能不能帮儿子 反正你看 你都没看着我长大 你还不帮我把这道铁打了 我跟你说啊 就冲你问我这个问题 就知道你不是个孝顺孩子 我跟你说 情商堪忧是不是 把难题丢给爹 那个 我先来个错误的答案 我知道这是错的 Five Peaks is a family Five Peaks is a family 我读我再读 这样 正确的呢 应该是 Five Sons of Jew Family 好 第一道题 朱家国关 来 这个亚维哥 你点一个你们家亲戚 你想点你们家谁 来答下一道 你先告诉我题是什么 下一道是 三世同堂 哎呦 三世同堂 点一个您的亲戚 三世同堂 我亲戚 点你几书 点我几书 我就点最我最恨的二书 二书 来 二书 后名 三世同堂 三世同堂 对翻译成英文 现在你就在四六级的考场上 这道题就是三世同堂 三世同堂 就是 最后一道题 父母爱情 父母爱情啊 你随便 不是亲戚也行 是吗 就是你的亲朋好友都可以 辅佐过你的呀 什么都可以 那就 那大哥呀 来 不管 什么玩意儿 父母爱情 梁老师 Mother And Father Love 可以可以 算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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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都可以 我们四六级考试都能过 好啦 其实我们今天能够把我们朱家的这一大家子亲朋好友全都请到我们的现场 那也是因为马上再有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这部剧就要在我们的优酷正式上线了 而且刚刚大家也都讲到说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虽然已经过去有两年的时间了吧 但是大家对于片场发生的还有自己的这个角色印象都还是很深 所以我们能不能也请每个人再跟我们来分享一个在片场 印象最深刻的这个时刻也可以 或者是故事也可以 或者是跟你拍对手戏的演员也可以 泽恩还是小辈儿先来 爹 您再帮我一次吧 娘来帮你吧 娘来帮你吧 我刚刚说命特长 就是我活到了最后 可以剧透一下 然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跟我姐汤伟我们俩最后一场戏 你帮我不是要说我俩的事吗 你怎么说到大姨这儿来了 啊 不是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你 因为那场就是我觉得那场写得非常精彩 就导演当时说说我们在民间有一个传说 人在去世的时候要把你之前的脚印一步一步都捡回来 然后那场就有点像剪脚印 当时当然写了一场很长的戏 大概好像最后成片会二十多分钟 我们所有人一到了现场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拍 他甚至写得很 已经脱离了一般电视剧的那种感觉了 就是所以他是介于一种又有点浪漫主义色彩 又非常 我觉得导演拍的非常非常精彩的那么一场戏 而且当时我那个老年装画了五个小时 老了才不漂亮 不不不然而并没有 就是很老很老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最后我们有去配音嘛 就是我和汤汤配到那场戏的时候 配完了以后就气不成声 就是我们觉得不能回望 包括刚刚亚文也是说到了 你在配到最后的时候突然有一个MV出现了 就当时他就在那个配音的现场就累 累崩了 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真的是对这个戏有很深的情感 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演员 我们觉得这都是有生之年能碰到一次的 嗯 说说他儿子吧 儿子 蓝娘已经帮你到这儿了 儿子不用说 要不现在你说一下吧 对 我就是特别遗憾的是 因为就是我觉得因为算是新人嘛 所以我觉得第一次就是拍这么好的阵容的戏 我觉得自己其实压力是大的 但是当我知道我跟他们都没有对手戏的时候 我就立刻松了一口气 然后其实你是怕掉链子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需要去传达出 跟你本身这个年纪不一样的我觉得一些味道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我娘讲了 就是她跟这个大姨那场戏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我们很重的一场戏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顾及到她的身体感受 就我可能当时我后面想一想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会控制的这么一个类型 因为我当时真的是腾空把她摔了出去 我当时只是想顾我当时的那个愤怒 当然我现在也真是认为我不控制是对的 我当然是因为我不爱控制 我觉得我就是想这样 对 但是她真的两次之后 我很明显知道她 因为后面没有辅助她你知道吗 所以她有 没有 没有 还好 那一场戏我配音看了也非常 对 就是那个很难受 其实每个人在现场我觉得都很专注 就完全投入到角色里面 的确是 其实有很多的网友看到我们这部剧的阵容的时候 就已经是期待直到满分了 就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演员都是有口戒备的好演员 而且去选择角色的时候 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标准 然后不去重复 然后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挑战 所以刚刚我们也是听两位说到了自己印象最深的 我们接下来听听亚维哥 或者是遗憾 或者是印象最深的都可以 或者是对手新演员都可以 我就是愿意跟爷爷在一块 我觉得 我觉得爷爷在现场的时候 我是充分地瞬息着那个每分每秒 至于为什么我不多说 大家看戏 大家看戏 对 王老师演了这么多部戏 但是这部《大明风华》依然让您印象这么深 我这个戏印象最深的是 和他们交流不是正常的视线 因为他们都跪着 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而且我也特别同情他们 他们都跪着 就是我还在非常深情地准备接下一句的时候 反应的想 为什么我同意他们 因为他们换服装的时候 我就看这个亚维啊 还有这个那个大太子爷 他们都带着呼吸 我真的挺心疼他们的 王老师有一个特别特别感动我们的举动 因为我们这个戏所有人都是给皇上下跪 当在王老师杀亲的时候 他给所有人下跪了一下 我们在现场傻掉了作为一个演员 就是所有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感动下落泪 就是王老师说因为平时都是你们给我跪 我回敬大家一下 所以这个真的是我听的第一时间 我真的听的第一时间 我觉得跟王老师这样的演员合作一次真的能教会我们很多东西 谢谢王老师谢谢 这个时间 因为这个他们整个戏这几个月在一起都是这样 所以说呢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个 因为正常的交流都是很正常的视线 但是跟他们全是往第一看 他们几个 好 谢谢 谢谢王老师 其实我跟你讲 我们最后 我们家泰孙这个给我发信息 最后他杀亲也是 他说爷爷 我照您说的 我踏踏实实的 心甘情愿给大家也跪了 后来我们家老二老三也是 我们杀亲了 我们都给大伙跪了 你看 对 我们朱家不该人这东西 哇 真的 一个好演员 好剧组啊 对 给老朱家点赞 我呢 说句实话 我不想说戏里的事 因为容易剧透 我就想说一个什么呢 就是我的感受 就是拍这个戏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化妆时间 然后进场里拍戏 你包括像那个谁 朱祁玉我们的朋友都没见过 很多就是拍完了 又回去准备自己的戏 基本上在片场 没有更多的 生活当中的聊天的这种时间 但是这些人 在一起见了面以后 就像多年前的老朋友一样 是这样一个感觉 整个组里的这些演员都是这样 你看 我跟王文琦老师 他们都没拍过戏 这是第一次 但是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让人心里特别暖 踏实 这是这个组的给我的感觉 就是好的剧组演员们之间 是有化学反应的 是大家碰在一起 是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那浩铭那印象最深的 我印象最深的 其实真的 也是我觉得就是强于他们那一点是 就是我没有 我是跟我爹平视的 他们都跪 然后我平视 然后中间我记得有一个地方是 我竟然 这个能够跟我爹杠上 这是你唯一能杠他的 对 我是唯一能杠他的一个人 所以其实 我是觉得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些地方是因为 这个角色对我来说 特别困难 因为他的这个辈分 他需要我 让我有很强烈的这个信念感 因为我又是 雅文哥的二叔啊什么的 对吧 所以这个真的其实很难的 很难的 你说我见到雅文哥 大神在 这种 就是太难了 这种信念感太难了 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为什么印象深刻 包括学习老师 包括我大哥 包括我们每个在场的这个演员 还有雅文哥 他都是 他们都是很用心的 就是手把手地把我拖起来 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角色 把自己的这个身段 把这个角色气场 放低 然后让我的这个汉王能够 立得住 立得住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 觉得这个氛围 我是真的很少 就几乎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些 这个那么好的演员 给予我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难忘的 对 说到信念感这件事 雅文哥对着这个浩铭叫二叔的时候 需要信念感吗 他也需要 真的 我觉得这个 这都不用多说 因为这里都是称职的演员 这个我就觉得是应该的 应该应问的 他在片场 一出来 那个气场就立住了 我就希望他一直欺负我 一直欺负我 直到我们下一次再演一个角色 咱俩要有什么新的人物关系的时候 我们重新建立 要不然我希望就这种状态 我们一直保留着 就是这个戏的味道一直停留在我们这个身上 哇 好 来 冯老师 刚才大家也说了很多就是彼此之间的这些最难忘的 那我就想说 其实我们这个剧组整个过程下来 要说哪一场戏最难忘 我觉得那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几乎我觉得每一场戏都非常难忘 那我现在要想说的话 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朱家无子 杀雪蒙事的那一场戏 我 那场戏不光我们朱家无子 就是 痛哭流涕 连现场观众 现场的那个工作人员 你也能听到那种偷偷的 就是已经忍不住的那种抽气的声音 然后导演喊停之后 到现场来的时候 也是两个眼睛哭得像桃子一样的那样 我当时就跟导演说 我说这是一个 就用一句诗词来形容的话 叫常使英雄泪满金的一个戏 就是能让男人如此动情 动真感情去哭 这个戏真的 真的挺难的 而且从我这个人物出发来讲 那场戏其实 从这个朱高岁这个角度来讲 可能不会那么去感动 所以我在演的时候 还有一点控制 就是拍我的时候 就没有哭得那么痛快 当不用拍我的时候 那真的把我哭痛快了一次 真的 那场戏确实 我一说大家都 历历在目 你说到这场戏的时候 梁老师在我旁边就 叹了一口气 就一下回到当时的那个情绪里 对 其实这个我们刚刚 讲了这么多 相信每一场戏都会让我们的观众 网友对于我们的这部剧更期待 我们现在也来看看 今天是开播 所以我觉得就不聊那么多剧透的事 对 因为我觉得这部剧呢 有这么好的一个剧作 然后把我们集结在一块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难得的事 而且就是这个剧拍完以后 我们有一个群 就在里面我们都还像是 就一家人一样 就真的是大名一家人 我们那个群的那个名字 对 所以就每天在里面 经常时不时我们就是过节 然后可以在里面聊天 就可能我们 因为大家都知道拍戏的时候 可能在一起 如果刷青了 可能就会各自分开 但是我们有这个群的话 就感觉大家 真的是有点是在一起一样 所以就是很多这种 就像我在戏里面 我可能跟很多这些对手 都不是太多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群里面 就感觉大家都是亲切的 就是很好 所以就是这个剧现在播出了 那我也希望大家 更多地去关注我们这部剧 我也希望这部剧 不会让大家失望 谢谢 谢谢曹老师的分享 来 我们最后请苏格老师 我的感受是 因为确实是 我真的很荣幸 很荣幸能接到这个剧 能演这个人物 而且我能认识这么多 多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老师 朋友 我觉得和他们在一起演戏 我真的很荣幸 这是说的心里话 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 我真的很激动 而且要说具体哪一场戏 我说不出来现在 因为跟他们 每一场对手戏 我现在都历历在目 我忘不了 而且我们建立了 很深厚的感情 这个我觉得是真的很难得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天我正在现场拍戏 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了 说我的儿子出生了 真的这是缘分 这是缘分 真的是缘分 好了 那我们刚刚 这个导演也在提示我说 倒计时三分钟 我们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网友 就要看到我们这么多好演员 非常用心地为大家 拍出的这部大明风华了 那我们最后能不能请各位 再入戏一次 最后的三分钟 每个人进入到自己的角色 用自己角色的这个性格语气 来向我们推荐一下这部剧 好不好 我们还是从 备份最小的开始 我们得让苏老师缓一缓 就要你用你剧里的状态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剧里的状态是吧 对对对 剧里的状态 每个人都进入到自己 剧里的状态 来给我们推荐一下 好吗 就是这个状态吗 对 在后期基本上就是睡着了 每天就是散潮了吗 看吧 可以 来 加加 大明风华 你要是不看 我就弄死你 在这部剧里 有大开大合的历史视角 有名蒙善赖的才子佳人 有风起云涌的王朝济世 还有华灯初上的锦绣天下 这玩具我们可以抠过来当宣传了 真的出口成章了 来黄老师 大明风华 好 黄老师 这个戏 要看啊 就是再没钱 也要充优酷会员 黄老师 黄老师太棒了 好好好 来 大哥 太鸡贼了 说出这么漂亮的话 这个戏大明风华 真的 大家能够看到千秋百代 也能够看到汉王 到底是有多阔气 好 黄老师 优酷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坐在这儿 是吃干饭的吗 大明风华 给你好看 敢不敢不敢不敢 绝对不敢不敢 来 黄老师 大明风华 一部有情有爱 让你看过不会忘的电视剧 好 好深情 苏科老师 大明风华 收视成虎 好好好 太棒了 太棒了 其实我觉得短短的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看到我们的各位主创在这里聊天 已经能够感受到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剧 什么样的剧组 我们再次感谢所有的演员 为我们奉上的这部非常优秀的作品 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家了 因为这个大明风华马上就要上线了 我们也同样很期待 要回去和大家同一时间看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各位主创 也感谢所有网友的守候 22点钟准时上线我们的大明风华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谢谢